好 这个国泰航空奴才当够了就该站起来了 那昨天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呢 有朋友说这个国泰在歧视内地乘客这个事情上 其实是个老惯犯了 这个说得对呀 之前不是有个著名的大骂国族那个退钱歌吗 记得采访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说退钱 那前几天的话呢 他也做了国泰嘛 用中文跟其中一个空姐讲话 空姐长着一副中国人的脸 我不会说中文 中间沟通的也挺费劲 就让这个退钱歌呢就很不爽 还有一个呢就之前去英国留学的留学生 做国泰 空军人员呢就一看他拿的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护照 就查来查去查半天 还像这个审查官一样盘问他 你是去英国那个城市啊 你去英国干嘛 你这个护照照片怎么跟你的这个本人不太像啊 最后别人都上了 就他一个人孤立的被落在后面 不断的盘问嘛 这就让我们这个同胞感到非常不爽了 最后这个同胞就用这个中文说了一句 我要投诉你们 其中一个空姐啊 忽然就用中文呢 很亲密的回了一句 你随便 好家伙刚刚盘问的时候 全程都是英文在对话 我们这个同胞还以为他不会说中文呢 结果他会讲的 就故意在那里装插说英文吧 所以说随着这两天 类似的这种歧视事件啊 像这个雪花般的这个落下来 其实除了说明国泰是个惯犯之外啊 还说明一个事情 就是国泰的这个歧视啊 他其实不是个体歧视行为了 而是制度性的这个歧视行为了 对不对 就他们这个歧视的话 完全不是说这么一两个空姐 素质不对的问题 屁股坐歪的问题 是他们这个团队 从下到上 从机制层面 就对这个大陆的乘客呢 就是有歧视的 因为很简单嘛 你第一个 如果说高层真重视这个事情的话 制度也严格抵制这个事情的话 这种事情有没有可能 在中国的地盘 一而再 再而三来发生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昨天我看到 我们曾经有一个在这个国泰实习过的 这个大陆空姐 就出来曝光了 是吧 他一说 这个他在当时国泰实习期间的话 就确实能够感染到国泰的这个空乘 对大陆乘客的各种歧视行为嘛 同时他还说到一个国泰的制度啊 国泰会招菲律宾 马来西亚 日本 印尼 韩国的这个空乘 唯独就不招大陆的空乘 如果说 他们想找一个擅长讲普通话的这个空乘的话 哪怕去台湾招 也不会去内地招 是吧 你看看 一下就把这个制度性歧视给坐实了吗 确实国泰也好 像国泰这样 当贯了奴才的 对大陆人呢 有偏见的部分 香港人也好 你们的这个心态呢 说本来不就很简单吗 就是欧美人 自己的亲爹 捧 自己香港人呢 有的时候还平等对待一下 但如果是台湾人呢 他实际上就隐隐的歧视你了 如果说是内地人呢 明目张胆的就看不起你 说本来不就这么回事情吗 有的人实际上 父母就当了一辈子的奴才了 生出来的这个孩子 那自然也就是这样了 最后进了公司 公司也对这种事情不管不顾的 最后 这种歧视性事件 就一而再 再而上的发生了 而是说你通过这个的话呢 你也就清楚了 你国泰前几天 就把那两三个设施的这个空间 开了有啥用啊 一点用没有的 你如果说制度性的这个歧视 你不做根本性的这个改变的话 这一种现象 下次还会再来 当然好在呢 就是这一次是香港政府这边 已经打算在这个 重拳整治这个乱象了 而且我们大陆这边呢 也开始盯上这么个国泰了 甚至很多人还纷纷表示 在用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呢 抵制国泰了嘛 以前这种压力是没有的 所以说只能够让这个国泰 肆意妄为嘛 现在你通过这么一个双管齐下 我相信最终 在这个地上跪久了的这个国泰呢 你想站也得站 不想站呢 也得站起来了 对不对 当什么奴才呢 对吧 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国泰航空 有什么自己的这个看法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别动我 下期百话天下 ,ME, voy ecienia 再次 있"- 'I'll be right back we'll be right back , loop 帰,